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8月27號禮拜五 非常感謝位好朋友明哥他借我這一把家屬的智力護骨破槓鍵 這把武器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數值非常的漂亮啊 高達29%差1%就頂了那智力的價格非常高 這把的話市場行情是破萬金啦如果說他沒有借給我的話 我就沒辦法測試這個蟑螂覺醒三接富能三了 感謝他感謝他非常感謝好人一神平安 OK那我們看一下張藍軍三一負能三的額外效果2 你拿家屬的短兵才可以啟發 那他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基礎威力加2895然後被劃化加120% 那這個司法時間會變長就加0.68秒 但是呢他冷卻時間會接1.5秒 這個可能是兩點應該就有機會讓技能接得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這個技能看可不可以接得起來 我先把這個技能全部都給他設武器封咒一下 給他設一下這個是我平常練功的設定武器封咒 武器封咒的話我在那個荒野一下就可以把一隻怪物帶走了非常方便 OK 好 這樣子的話應該待會就連續放這個武器封咒了 我們來選擇比武木頭人來測試一下看可不可以連得起來 比武木頭人 哇 這個傷害破2萬啦我本來的傷害沒有那麼高我本來才1萬出而已 現在已經破2萬了 所以這個傷害提升還是有感的缺點就是他吃不到這個增進 我們這個增進一直在我身上發光都沒有消耗掉 吃不到所以我這個傷害頂多就是打2萬多也沒辦法再高了 沒辦法把 把別人一下帶走 好就只能夠就是拿開怪用而已 好那這個技能施發時間呢好像有點長好比較像原本武器好了 對 這個這個好像技能連不起來因為右下角的話那個CD時間還是存在的這個冷卻時間的話 感覺好像 我看一下感覺好像一秒鐘啊 我現在沒有馬表可以測試喔就是沒有另外一個手機可以測 我在這個冷卻時間感覺還是有一秒鐘的一個存在 所以原本的話應該差不多是2.5秒鐘 然後2.5秒鐘才可以再放一次 OK我拿一下我原本的武器喔讓各位朋友感受一下原本的這個施發速度來裝備 好原本的傷害的話是14730齁但是就是放得非常的快 好放得非常快就是 這個速度應該是比擊火柱還要比這個 狂雷天導或者是神劍閃火都還要快好所以我有機會就是在這個方式或者是 軍師把技能施放的錢就把它封住了 好就把它封住了但是如果說我拿加速的短兵的話應該就沒辦法了 這個是他比較大硬傷 比較大硬傷 OK 我現在來來順便測試一下好了其他技能傷害看看 我比較常放其實還是冰寶 我看一下冰寶會不會差很多 我現在設一下冰寶 我手次施放的話就改冰寶 冰寶看一下 會不會拿加速的短兵這個冰寶傷害就高了非常多 我冰寶的話我現在就是最多只能打9000多也沒辦法再高了 說不定他加速就有機會了 好應該這樣子就可以了吧冰寶冰寶 好給各位朋友看一下原本的傷害喔 沒有這個是有增進啊沒有增進的話是9793 9793那面板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好了大概看一下 面板的話在這邊 武將技征服59% 我原本的武器就是這一把 36%的比那個護骨破防徑還要再高7% 但是加持少很多啊 OK面板在這邊啊 那我的風水有44 OK傷害的話是9793 好那這一把的話應該就可以破1萬了應該就可以輕輕鬆破1萬了 好 來裝備 好裝備 裝備了 這誰ribbon 奇怪怎麼沒變啊沒有我還沒有裝備上去啊 好破1 好破了破1了 沒有破1啊9522啊變少了耶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5將技征服真的影響那麼大天啊 5將技征服影響太大了吧 真的是很大這個5將技攻擊力的話578 吼那5技征服是52剛剛是59嗎 那5將技攻擊力的話我原本那一把要多少看一下好了看一下 裝備 裝備 539 539 578對啊 低很多啊 低很多但是5將技征服可能影響還是大一些 所以說 我這個傷害就反而會比較低的 反而比較低的 哎呀這個這個真的很難抉擇啊我在想 這個加速短兵吼 我老實講我這樣拿完之後我個人覺得可能還是不適合我 好因為這個其他技能傷害的感覺都變低的吼唯一的好處就是這個 武器瘋咒啊傷害可以變高 好可以變高但是 好像沒有什麼用吼因為我的傷害本來就就很低的 我的傷害本來就很低的 那高這個5000低的話其實也無法把別人一下帶走 我主要就是拿開關用就是搭配這個神功器吼就是 放下去之後讓神功器去射 所以 對啊我應該還是不會換加速武器吧 好吧 好非常感謝這位好朋友明哥好借我測試好感謝他感謝他好人一生平安 我在想要測什麼好了反正 我差不多六點鐘的時候要還給他 因為六點鐘 之後還給他差不多啦 我六點鐘之後我就要準備那個小朋友下課的東西要去接的吼所以 我也要把握時間吼再想一下什麼測試那有可能就想不到可能就不測了先測到這邊了OK 各位朋友玩到愉快拜拜